請你尊重人好了 說過我不喝酒就是不喝酒 好啊 那我們就不喝了 那我們直接進房去 黃董 對不起 對不起 不要生氣 對不起 對不起 黃董 我本來以為都沒有事了 直到那一天 公司安排我男校去參加一個宣傳的活動 那因為是兩天一夜的嘛 所以公司有安排住宿 我到了房間之後呢 我就趕快準備要出去的東西 誰啊 你為什麼在我老公房間 說 這是我的房間 你的房間 你還真敢說啊 你一房間在哪裡 你這個 你給我過來看 這是我老公的行李箱 還有這個 看到沒有 我老公的名字 你該不會說是你的名字吧 這個不要臉的女人 不然你這個狐狸精 你誰不好公演 不是 不然你我老公 就憑你 怎麼就得演 第一 你給我拍清楚 就是這個狐狸精 讓大家看它 看仔細一點 你不是嗎 不要臉那女人 我後來才知道 那个女人就是刘董的夫人 那她为什么说 那是她老公的房间 因为那真的是刘董的房间 但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刘夫人很生气 她想要告你 可是房卡是你的特助扫罗给我的 不是我拿的 赖总 麻烦你帮我跟刘夫人解释清楚 是小罗给错我房卡 错不在我 小罗已经解释过了 但是刘夫人不听 那主管定音 刘夫人呢 是出了名的簇筒 她每天都在查她老公的下落 小罗说的明明就是实话 但是刘夫人却硬要说 小罗是在帮刘董隐瞒 那刘董又是我们电影最大的投资方 偏偏她又很怕老婆 所以 婉婷啊 出了这件事情 我真的是觉得可能 算你倒霉哦 我还记得第一次遇见你 我还记得你微笑的眼睛